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我们要搬家咯 1月7号起 最中立 最客观 最好看的 年代向前看 就在依新闻频道 周一到周五 晚上8点 林冠和你一起 年代向前看 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 大家好 我是林冠 欢迎我们周时观众跟粉丝们 扫描QR Code订阅 年代向前看YouTube官方频道 我们的订阅人数已经突破31万了 美中这一次贸易战 再转化成金融战 转化成货币战之后 川普最新的谈话 谈及了美国经济处在历史的高档 然而中国经济的处境 非常的艰难 对于习近平来讲 8月份有北戴河会议的挑战 然后香港的困局 到目前为止 川习两人陷入豪赌一局 而这一场豪赌一局又造成了金融市场的大地震 一方面习大大内外交战 另外一方面川大大要追求连任的过程当中 跟金融市场绑在一起 也引发了连任的挑战跟风险 川习两人的豪赌背后有多少部份人的故事跟内幕 我们待会好好聊聊 好 今天现场都请到六位特别来宾 第一个好朋友汪浩大哥 大家好 再来是董立文老师 大家好 再来是张国诚老师 大家好 再来是冯志远 大家好 再来是何承辉 大家好 再来是黄创夏 大家好 好 我们先看 川普回应了最新的贸易战的攻防 以及美国金融市场下跌 对于川普的团队造成的压力 我是好 这次都可以上买一下 人民币之一 我们再来一个周边的 我认为我们真的非常好 我认为我们的家人 我认为我认为 我认为有最好的 我认为有更多 我很想突然 但是根本就是这样 它是可以跳过往来 从从从从从从从于从从从从从前开始起来 从从从从中之后 对我们的贸易战易战利 内幕经足以往从人促利 中国人被做为我们有成功的 好創下剛剛看到 川普跟習近平都賭上了 自己的政治生命 然後同時川普在下殺手 這一次正式在追殺 五家中國企業黑名單 川普和習近平的豪賭 到了現在為止 兩個人都開始要進行信心喊話 而川普就繼續喊話出來 美國最近有一個金融股會式的震盪 他是說沒有問題 市場的反應提升 一定會比你們現在預期的還更好 原因是什麼 因為中國不公平的貿易 但是中國是依賴我們美國的 只要既然中國依賴美國 他喊完話之後 他就要出手了 給習近平更難看 所以他就用了國防授權法 指了五家公司 因為這五家公司 他在認定你是跟中國的政府 中國的軍方 中國的情資單位是有關係的 用這五家的正式對華為 海康衛士 還有中興下達了禁令 然後這裡面 真的就是華為和中興 我們都知道 跟中國的軍方 很多關係 一直扯不清楚 那海康衛士和大華科技 這兩個都是監視器的 都是天網的 海人達是無限電源中山機 所以無限電源中山機 你可以偷很多情資 通通給你下手 川普就繼續的給你殺下去 讓你整個習近平更難看 而這習近平怎麼辦 面對這個 好像他的北戴河會議 現在壓力正大 所以他就跑到了江西那邊去 只能做精神喊話 他從前面開始 從去年開始講說 要打稀土戰爭 但他現在還是告訴他們 我們可以打稀土戰爭 要求中國每個人要保持定力 然後接下來要怎麼辦呢 還有什麼牌 可以對川普去做反擊呢 結果他後面有媒體就說 其實下一步習近平可能就是 禁買美國的石油 因為中國現在這好幾年 已經是全世界最大的石油進口國 而美國因為有業員的關係 石油也賣了很多 要禁買美國的石油 可是很多人就質疑說 你行嗎 川普這五家真的是殺到你的 打到你的那個整個藥穴 可是呢 你上次農產品打了這麼久 你也沒賺到便宜 而你現在禁買美國石油 伊朗石油 也要被美國禁駐 你習近平中國 沒有了石油 你會不會更慘 反正大家就看你 習近平這場賭局你到底還有甚至要什麼籌碼 真的 那我問一下汪浩大哥 這個我看到紐約時報寫了一篇文章 他說面對貿易戰 習近平的強硬跟冒險 那這樣的冒險 有中美關係的冒險 還有在香港現在火車對撞的困局 以及緊接著而來北戴河會議 可能有內部的不安 或者反習的動能 你怎麼觀察 對 我是覺得北戴河會議一定會有內部激烈的爭論和討論 不過我想先稍微解釋一下關於國際石油市場和農產品市場 它這個農產品和石油都是國際的商品 它這個商品是一個國際價格 對 所以你不買美國的石油 你不買伊朗的石油 你買俄羅斯的石油 你買科威特的石油 價格都是一樣的 價格是差不多的 而且全球供求關係是一個平衡的 所以你不買美國石油 美國石油賣給日本 這個對美國來說沒有損失 這是一樣的情況 農產品本質上也是這樣的 你不買美國的大豆 你買巴西的大豆 那別人就買不了巴西大豆 他就去買美國大豆 這個價格也是一個平衡關係 所以最終來說 用那種所謂可替代性的全球的商品 來作為一個貿易戰的手段 效果是非常有限的 不過稀土是確實是比較 稀有的 因為中國是全世界稀土最大的生產國 而且控制了全世界稀土的加工的將近80%到90% 這個對美國是有一定威脅的 當然了這個美國也在採取措施跟澳大利亞的公司在進行合資來加工稀土 並不是說只有中國有稀土 而是因為稀土的加工需要巨大的環境成本 所以西方國家有稀土 但是他們不願意生產來加工 而中國不在乎環境成本 所以它是有稀土加工了以後 它佔領了全球市場 但如果一旦它抵制它不賣的話 那美國很容易能夠重啟這個稀土的加工 這是這樣一個概念 但從這個北戴河會議的角度來講 我自己感覺中共內部可能需要徹底檢討 習近平在上任以後 特別是過去三年的左傾貿險主義 因為在我看來 習近平最近焦頭爛額 在各個層面 無論是對美關係 對香港問題 對台灣在一帶一路 在南海 在整個伊朗 在各個地方都碰到的這個問題 還有包括它國內的問題 本質上是它採用了一個 不缺合中國實際國力的冒险 冒進的這樣一個政策造成的 好 所以你把它定義成左傾貿險主義 這是用共產黨的傳統的定義 共產黨自己在定義它的黨內路線 和黨內鬥爭的時候 一貫用的詞彙 叫做右傾投降主義 和左傾貿險主義的鬥爭 那這個中共歷史上有三次 重大的左傾貿險主義 造成共產黨幾乎亡黨 第一次最重大的是1930年代的王明路線 也就是說王明是一個從莫斯科留學回來的 共產黨高官 然後他回到中國以後 在共產黨內發動了一個非常激進的 遍地開花的城市革命運動 然後要跟蔣介石圍剿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軍隊 進行寸土必爭的對抗 這跟習近平針對川普圍剿寸土必爭 一模一樣 所以最後造成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亡國 然後紅軍被迫長征離開江西 一路十萬八千里跑到陝西 十萬人撤退 最後只有三千人活下來 這是1930年代的事情 第二次實際上是毛澤東 而且毛澤東的左傾貿險主義時間非常之長 那最重要的當然是從1958年的大躍進 超英趕美開始的 那麼這個放衛星啊 這個超英趕美啊 然後造成了大饑荒 但是他又用文化大革命來解決這個黨內矛盾 那本質上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左傾貿險主義 因為他當時既要對抗美國又要對抗蘇聯 然後內部又是脫離實際經濟情況 搞這個共產主義 那我覺得這個第三次就是習近平這一次 那過去幾十年中國的改革開放 很大程度上是採用了鄧小平講的韜光養晦 韜光養晦悶聲發大財 但是習近平不是 他要中國夢 要G2 要這個跟美國平起平坐 要說亞洲是亞洲人的世界 然後要這個太平洋容得下兩大國 對 然後要中國內部國進民退 要這個嚴格的思想控制 進一步的這個公私合營 所有這些無論是對內政策 對外政策和對香港的問題的處理 和對台灣的處理 都明顯的表現出 他的整個政治路線 發生了一個嚴重的錯誤 這個錯誤就是所謂 對自己實力鼓跡過高 對敵人實力鼓跡過低 然後冒進 這個 不知天高地厚 所以這個用毛澤東的話 就是犯了嚴重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 好 左傾冒險主義 我們廣告之後再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到的是 川席兩人都賭上自己的政治生命 那這個習近平呢 基本上追赤北戴河會議裡頭呢 內外交戰 而川普呢 事實上在遵取連任過程當中呢 他個人的人氣跟金融市場 綁得很緊 所以金融市場 一旦有風吹草動的時候 他就會發推特 或者是出來講話 不過現在看起來 中南海的困局 在八月份 可能會有內外交戰的挑戰 剛剛汪浩大哥講了 習近平步上了左傾冒險主義 那中共歷史上有三次 一次是亡民路線 另外一次是毛澤東的這一個大躍進跟文化大革命 那再來就是習近平這一次的一帶一路中國夢 那太平洋融得下兩個大國 可是呢另外一個大國就說中程導彈要壓在太平洋上面 那這個中國要不要對美國的中程導彈陷入軍備競賽 那這裡頭習近平有很多困境跟困局 是不斷的內縮跟限縮 那這一次對美國的貿易戰是這樣子的一個惡化的狀態 對香港的問題 對台灣的強硬都是類似的處境 對因為習近平現在的困局本質上是由他自己錯誤政策造成的 你如果看中國人中共內部的無數次的黨內鬥爭 最後都會定調在某某人犯了路線錯誤 所以我要把它幹掉 那我想習近平將來在中共內部被幹掉的一個最重要的理由 就是他犯了左傾冒險主義錯誤 那他為什麼呢 我不講遠的 就講今年發生的事情 這對美關係 對台關係 對港關係 那對港這個是非常明顯的 他犯了一個冒進的錯誤 就是無事生非的 讓香港政府提出一個送中條例 對 這個送中條例提出來在香港本地諮詢的時候 香港的大律師公會 商會和一般老百姓都公開的反對 但是他們完全沒有反應 堅持要在立法會一讀二讀 香港人民有100萬200萬大遊行以後 他們也不願意公開撤回 而且香港政府不願意承擔責任 林鄭不願意下台 也不接受這個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也就是說香港人民反對所提出來的合情合理的要求 中共都不接受 相比之下 2003年那一次 這個23條大遊行 50萬人 那一次我有去 游完了以後 一方面23條立法馬上撤銷 當時主要提出立法的保安局長葉劉淑儀馬上辭職 一年以後董建華也辭職 好那這樣政治責任就停損了 對啊就停損了 然後香港至少就沒有失控了 香港今天的失控是香港政策 那特別是過去半年來的錯誤 那2003年那個時候誰是中南海的領導啊 當時實際上是江澤民的決策 那就是江澤民的領導沒有讓香港失控 習近平的領導香港就失控了 而且失控到像敘利亞像黎巴嫩 那一模一樣的抗議 為什麼不同人領導 整個香港完全不一樣 就習近平犯了左親貿易主義錯誤 他本質上頭腦發昏 自己覺得自己了不起 所以他說要寸土必爭 這個 跟中美貿易上也是以牙還牙 寸土必爭嘛 堅決不討嫌嘛 這個是同樣的情況 那對台灣政策也是這樣 將來政治局如果開會翻臉 我跟你剛剛討論的劇本 搞不好都上政治局 有的是人會寫這種報告 有的是人會寫這種報告 報道到政治局來討論 不用 這個當時這個四人幫倒台的時候 中共最高法院 這個公開審判四人幫 講的都是這些 所以你剛剛類比了2003年香港人反對23條立法 50萬人走上街頭至少和平落幕了 然後那個政治地雷 政治炸彈至少拆解了 然後相安無事和平無事到2018年 2018年跟2003年已經差16年了 那送中條例的抗議其實從今年過完農曆年就抗議了 是搞到6月份才逼的100萬香港人走上街頭 然後6月16號逼出200萬人 所以今天香港的僵局都是過去三五個月的惡化跟失控造成的 對 因為送中條例是今年2月份草案是剛剛提出來在香港社會諮詢的 馬上迎來各個層面的很多反對意見 那你政府就應該重視這個反對意見 你接受反對意見 第一你可以修改內容 第二你可以暫停這個近立法院討論 那人家有了100萬200萬遊行的話 你撤銷了送中條例 那提出條例的人要負責任下台 你通通不接受 然後警察不當使用武力 民眾提出來要獨立委員會調查 獨立委員會調查的意思就是說 找一個第三方來調查這件事情 並沒有說誰一定對誰一定錯 之所以要獨立委員會調查 就是大家並不預先說誰一定對一定錯 可是你中國官方和香港政府給遊行示威的人 定下一個極端暴動的定調 堅決不改 這個跟泰阿門事件以前人民日報的社論定調是一樣的 那個問題我們討論了很多次了 所以就是說從整個 香港的問題是這樣 那台灣的問題為什麼也是做清貿險主義 這個很明顯 這個為什麼蔡英文撿到槍 1月2號的習近平對台講話 首次經過20多年第一次明確提出 要推動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這個講話現在一般媒體有討論 當時提出來的時候 國台辦底下都不知道 是習辦直接寫了文章 拋出來習近平就念了 念了以後老闆大老闆講了 下面人就下不了台了 蔡英文一下子就撿到槍了 因為這個一國兩制台灣方案是 絕對不可能在台灣有市場的 然後你硬推一個在台灣沒有市場的政治路線 而且逼迫台灣政治人物表態 那這樣一來的話誰敢表態 洪秀柱表態了 新黨表態了 蔡旺旺表態了 沒了 剩下人都不敢表態支持啊 那你不光不敢表態支持 連國民黨的九二共識 一中各表的所謂模糊空間 也徹底被打垮了 沒了 所以現在連張三政都提出來 九二共識不用談了 沒有好談的 因為你習近平要的是一國兩制 那台灣其他人都不會接受 那這就是明顯的一個路線錯誤 對台工作路線錯誤 對台的左清貿險主義路線錯誤 然後平白送給蔡英文槍 對 然後對美政策也是這樣啊 本來你都已經談了十幾輪了 到90%口頭協議已經有了 5月1號翻盤 推翻不接受 那川普當然就火了了 說我們好不容易辛辛苦苦談到今天 你口頭接受了我的協議 結果書面的堅決不接受 那這就是也是一個 左清貿險主義錯誤 可是5月份那個是政治局常委 是韓正他們發動的啊 韓正他們說 這不能簽啊 那最後習近平也是拍板說 政治責任他來付 他要這麼做 那最後還是你老大負責任吧 因為你同意了 你可以當場政治局會議不同意 說不行 我還是要簽 你沒有啊 你是說最後政治責任我來付 我們就翻盤不簽 然後要重談 那好 重談了 大阪會議了 重談了 但是不是真心重談 兩邊都不是真心重談 都在那裡打台積拳 那川普當然就沒耐心了 這個川普是明年11月份有重選的 一年半要選 競選連任的壓力的 習近平當然沒有了 但是問題是 川普現在徹底認清了 你在美國明年11月大選之前 中美是不會達成協議了 那達成協議的話 等於是幫川普 助選 助選 習近平當然不希望幫川普助選了 川普這麼難對付 那如果是在這樣一種狀況底下 中美關係繼續惡化 香港問題繼續惡化 台灣問題繼續惡化 蔡英文不光是撿到槍啦 要撿到直觀槍啦 撿到大炮啦 撿到各種各樣的東西 都是習近平左傾冒險主義造成錯誤的結果 那這個左傾冒險主義 你認為在未來的北戴河會議 政治局的這個角色裡頭一定會檢討 他當然現在是竭力要防止這種狀況 因為他已經在各種各樣的場合說了 大家就是要維護習核心嘛 就堅持要習近平一人獨尊嘛 大家不能提意見嘛 但是共產黨內部現在的結構 要有人敢出來提這個意見 而且有實際的影響力 得到大家支持 我覺得這可能性也還是存在的 因為我們外部人很難知道 他這個內部實際的運作 很多時候是有偶然性的 這個當年赫魯曉夫下台 也是很偶然的突然之間就下台了 這個四人幫下台 也是很偶然突然之間就下台了 所以共產黨的黨內鬥爭 有時候並不是外界能夠很容易 從一個邏輯上能夠推測的 好 那如果是這樣的邏輯的話 那我如果是習近平我八月份就不希望 貿易戰失控 也不希望香港失控 如果是這樣的結構 我反而壓根不敢放解放軍進去香港 造成我最後壓力的這個全面的反噬 現在從中國官方的所有的公開講話和文章來看 他們現在還是沒有最後決定 馬上派兵進入香港 而且比較傾向 反而八月份是真空期 比較傾向是派武警 是啊 我是習近平我根本不敢派 對 但是有時候形勢並不完全由他單方面決定的 那麼 如果其他鷹派會用力派一派 我覺得這裡挖個坑給他跳 這裡面有三個可能性啊 一個就是說確實有鷹派挖個坑給他跳 我覺得這個可能性確實不能排除 另外一種可能性是說 他的整個香港民意的收集工作完全失靈 那這個是很明顯的一種狀況 昨天他們不是找了500個港人到深圳去開會嗎 這個中聯辦和港澳辦集體主持嗎 先中聯辦港澳辦主任上午講了兩個小時的話 然後下午小組討論 最後不了了之 就是因為你知道在中共的這種所謂諮詢意見的過程之中 沒有人敢講實話的 因為所有人都知道 我是靠中共的好處來吃飯掙錢的 我講了實話 萬一你老闆不愛聽 我就好處將來沒了 我照著你的意思講話 錯了 反正是你老闆負責 那所以在這種諮詢過程完全是走過場是沒有實際意義的 那現在中共對於香港問題的處理 跟對於台灣問題的處理發生了類似的情況 就是他雖然派了很多人到處來了解情況 來了解這個所謂民意 但是他實際上報上去的 習近平聽到的消息完全是脫離實際的 好我們稍後立刻回來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美中貿易戰現在川普跟習近平都賭上了政治生命 那這個川普本人明年年底是要爭取連任的 那習近平要面對的是北戴河會議 這個山羽欲來豐滿了 同時中國內部的經濟處境 不管是統計數據或者是各式各樣的訊息 現在看起來今年的壓力真的很有可能是隨時炸鍋 我們看一下下面的畫面 中國正在破壞了價錢 這正在破壞了他們的利益 產品和供應鏈都在中國移動了 我們有納粹性的需求 我們的輸送員們可以在中國外外賣賣 這正在破壞了中國 經濟的壓力是我們比我們更加上了 但我認同 他們在經濟狀態 我們在經濟狀態 我們在經濟狀態上 中國人最大壞的 中國人最大壞是中國的 中國人最大壞是中國 現在會在中國的壞 現在的壞了 中國人最大壞是中國的壞 現在的壞是中國的壞 我們正在這些壞 我們正在建議 中共須現場地 中國人最大壞 現在也會在前往 立正在這期 好 智元我们刚看到的是 库德洛也嘴中国经济处境 处在一个相对大的压力 那确实从长期的研究来看 中国内部今年的总体经济产业经济 那特别是进出口的压力特别大 其实它不只是在进出口的压力特别大 我们先看最重要的一个GDP的组成来看的话 GDP第二季的一个中国的经济成长率只有6.2% 绝对数字还是很漂亮 但是却是创下最近27年来最差的一个水准 那么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就是结构性的问题 我们从这个中国的一个经济结构来看的话 其实从几年前 中国希望把它的一个经济调整为消费为主 可是我们看这张图来看 消费是这个蓝色的线 蓝色的线并没有到最上面那条线 反而是在资本形成的部分 也就在民间投资的一个部分 代表说它的一个结构失衡 为什么失衡 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值跟量不太对 中国的人均所得目前来讲只有9000多块美金 但是呢 我们相较于它对于台湾的将近25000块美金也好 或者是美国的将近6万5000块美金也好 其实都有相当大的一个差距性 所以它靠的是什么 基本上它就是靠着人数的多去支撑它的经济总量 所以我们再看下一个就是最重要的一个经济组成在于整个PMI的一个部分 它数字就会更明显 一般来讲我们说制造业的PMI是以50为荣枯顶 那么在其实在16年 它17年有一个小幅的回升之后呢 我们看到这红色的部分是官方的PMI 一般来说的话都是一个比较保守的 蓝色的部分是所谓民间统计的这个PMI 一般来讲是认为说比较贴近实际状况的 所以我们看这个蓝色的一个状况 其实都比红色来的低 而且呢其实它从 所以以这个走势来讲 事实上贸易战之后的伤害很大 特别是今年整个制造业的PMI 几乎都是在衰退的处境 对它都出现了一个陡降的一个状况 对而且这个陡降的衰退处境 事实上以比较长远的历史之外来讲 也是比较偏差的 对所以说以这个趋势来看的话 它短期之内经济结构的部分 并没有出现一个缓解的现象 也就是经济的部分还是处一个下行的一个阶段 那么我们再来就是再看就是说 整体来讲它的进出口 那整体进出口的部分 我们也可以看到 跟出口跟进口的一个部分来讲的话 其实出口减进口的部分 一直来讲都是中国最重要的一个 重向的一个部分 可是呢其实我们看到 中国的一个经济组成的一个状况来看的话 反而它2000年的一个经济 开始走下坡之后 出口减进口的进额反而增加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诡异的现象 就是说它想要的一个部分 民间的一个消费并没有增加 反而是在整个美国最讨厌的部分 就是你在你对于美国的一个 入超的一个部分来讲的话 在这个部分却形成一个大幅度的一个增加 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 就是整个出口的一个部分来讲 我们也可以看到 为什么川普一直要定 这个中国的一个部分 就这样 因为你出口 盪不下来 你出口盪不下来的话 所以川普就抓着说 你偷了美国人的钱 就是因为这个样子 那我问一下张国诚老师 现在的状况 包含昨天给观众朋友追踪过 美国想要在亚洲部 这一个中程导弹 然后呢 中国就说也要报复反习 那这样的处境 很像当年美苏冷战的时候的军备竞赛 就是你压多少 我再压 你压多少 我再压 可是压到最后就跟这个上赌场一样 最后比的是资本 那现在是川普用美国的资本 对上习大大的中国资本 所以中国事实上走上当年 这个苏联瓦解的压力的几率 也是蛮高的 中国其实时时刻刻都在检讨 都在回顾苏联当时为什么会解体 苏共为什么会亡党亡国 那目前看来有几个重点 是中国所有方面的学者都一致承认 就是苏联解体苏共亡党的原因 第一个就是内部斗争 那个苏共晚年出现了很多的党内派系 那么这些党内派系的出现 现在根据中共的研究认为 它让苏联国内每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力量 都可以在苏共党内找到同盟军 那么苏共党内因为它里面开始派系斗争 每一个派系为了斗争别的派系 就会去联合社会上的其他势力 去斗争党内派系 所以这个党内派系的斗争 就是越演越烈 那么越演越烈的原因 除了这个许许多多的政治斗争 跟彼此不相容的个人因素之外 也在于第二个问题 就是经贸的萎缩 那么经贸萎缩 主要就是跟美国陷入了新的冷战对抗 那美国呢 最近我们刚刚看库德洛 川普整天就在批评中国 美国上一次 这个上次总统下次国会议员 所有的政要努力的在嘴另外一个国家的 就是雷根时期 不断的在嘴苏联 说它是邪恶帝国 要扫尽历史的灰烬等等等等 而且雷根政府是付诸实施 当时美苏的状况 本来是所谓的相互保证毁灭 就是美国的导弹可以炸毁苏联十次 苏联的导弹也可以炸毁美国十次 所以双方都不会发动战争 但是雷根就搞了一个叫新战计划 意思就是这个在太空中部署很多武器 那苏联的导弹一发射 在太空中就被炸毁了 所以苏联就没有把美国摧毁的实力 但美国可以摧毁苏联 所以这让苏联非常的紧张 现在解密的文件 雷根那个时候 跟现在的这个川普一样 有点是在说大话 因为美国的科技 其实也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 可是苏联就非常紧张 于是开始部署更多导弹 那第一个军备竞赛就开始了 现在就像中国 它也不断地在扩充军备航母 导弹这个下水 是有点类似的 然后直接冲突的就是中程飞弹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苏联想长程导弹 会被你美国的星战系统拦截 所以呢 我就部署很多中程导弹 威胁西欧 拿西欧当人质 那个西欧可能就会反过头去 压迫美国说 哎呀 你不要再跟苏联对抗了 那跟今天中国是有点接近的 那么美国呢 把牙还牙 就在西欧部署中程导弹 形成中程导弹 对中程导弹的格局 那这样子呢 又让苏联陷入另一波的中程导弹的军备竞赛 那就像我们昨天讲的就是美国现在中程导弹 重回亚洲 这个格局是 而且点名第一导链 对点名第一导链 这很像 然后呢 为什么第二就跟美国还有一个对抗 就是苏联入侵阿富汗 入侵阿富汗之后呢 他就被美国经济制裁了 这个跟现在来讲 虽然性质不太相同 但是这个经济的这个遭到西方国家的压力 美国的压力是很类似的 那么苏联被美国经济制裁 出现经贸冲突之后呢 首先出现了 第一个就是卢布的贬值 从1989年开始 卢布大贬值 为什么卢布会贬值呢 因为苏联要就出口 因为苏联当时少数的出口物资 是石油跟原材料 那么卢布如果贬值的话呢 会增加这些产品 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所以卢布就贬值了 结果一贬呢 就不可收拾 然后苏联国内呢 又有非常庞大的权贵资本主义 后来苏联解密之后的文件显示 在这个布里兹涅夫的晚期 苏联的干部数量 基本上来讲 局级以上干部达到七十万人 这些的家属呢 超过三百万人 就是这么庞大的一个阶层 就是吃光喝尽了这些苏联国有资产 造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这种贪污的问题 就像前几年讲的社会主义养穷人 这些工人呢 看到这个上层在盗窃社会主义 那工人就消极代工 盗卖物资等等 形成一种大家一起骗 大家一起偷的格局 那么最后呢 就是民族问题 那苏联呢 这些上层的统治开始出现问题之后 边疆的民族 边疆的区域 就开始有这个离心力了 最开始离心的地方 就是波罗的海的立陶宛 爱沙尼亚跟这个拉托维亚 这三个呢 因为它离西方最近 所以过去呢 是被苏联强行并吞的 那么苏联呢 给予这三个地方的政策呢 相对也比较优惠 因为它是离西方最近的 虽然不如今天给香港一国两制 但相对这三个地方 是比较自由一点的地区 首先开始了分离主义跟反抗共产党 检讨共产党的这种浪潮 当时苏联认为这三个地方很小 很远 离苏联的权力中心 离俄罗斯的这个核心地带 非常遥远 不予重视 但是呢 他们是苏联跟西方的前线 所以这三个地方呢 苏联不敢镇压 不敢派兵进去 当时西方 有人预期说 苏联会不会派兵镇压这个地方 但是认为一旦镇压的话 这个西方国家 特别是北约认为 你这么大的军队进入这三国 除了镇压之外 会不会立刻发动对西方的战争 转移苏联国内的问题 所以苏联为了担心 在这个军备竞赛下 不能让西方有这个错误的这个误判 所以没有派兵镇压 结果没有派兵镇压的结果就是 越来越乱 越来越乱呢 这个其他地方就这个蔓延 那最后结果呢 许多因素呢 造成苏联解体 当然今天这些情况 现在的状况像不像 你看像香港也是越来越乱 中共希望避免这些问题 所以第一 他内部不能斗争 第二跟美国不能再对抗 可是这一点 刚才王浩大哥讲 左心冒险主义 这个第二就有困难 那经贸不能萎缩 可是这个形势比人强 这个也不是完全他能够决定 特别是当时美国跟苏联的贸易额 大概是今天美国跟中国贸易额的 大概十分之一都不到 所以他被美国的影响 是大过当时的苏联 那么民族问题呢 虽然状况不完全类似 不过这个大家看到他在新疆 他在西藏 这个民族问题也是相当厉害 所以北戴河会议 是不是会对这些问题 做一个认真的讨论跟处理 这个是我们可以观察的 好我们稍后立刻回来 欢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聊的是川喜两人 现在的这一个搏斗 陷入了僵局跟豪赌 不过习大大要面对的是 北戴河会议的这一个挑战 刚刚这个张国诚老师说明了当年的苏联的瓦解 背后有他内部跟外部的压力 那如今中南海的内部外部跟香港造成的新的困局压力也特别的大 是的 毛泽东在这个定义他们中共党内十次的路线斗争 他其实还有用两另外两个名词 一个叫做左倾盲动主义 一个叫做右倾机会主义 这两个名词跟汪浩兄刚才提出的那两个名词 打击面更大 我举例来说 在汪浩兄那边 右倾投降主义才要被斗争了 可是在我这里右倾机会主义 什么意思 你是丰派 你不表态 这个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这个就要打击了 但是针对香港问题 我倒是要帮习近平讲一句话 他还没有走到这个所谓的左倾盲动主义 这就是为什么川普这个推特称赞他的原因 川普是怎么称赞习近平在香港问题上的 第一个你还蛮克制的 什么叫克制 第一个 香港的这个抗议还继续在抗议 你还让他抗议 第二个你没出兵 所以这个川普的这个讲话 对习近平来说 他要倒过来听 这意思就是说 现在香港问题也是我川普手上的一张牌 你有两个红线 我川普画在那里的 第一个你让他继续抗议 第二个你不准出兵 不然后果难料 那英国的这个周日Times报 这个Someday Times 他有出了一篇专刊 这个专栏 分析说为什么习近平现在还没有 没有办法对香港出兵 有三个理由 第一个就是香港的金融地位 第二个今年10月1号 是中共建国70周年大庆 他不想在那个时候 这个国家生日 70年70岁大寿的时候 全世界的国家是谴责他 第三个就是台湾的总统大选 就是如果说这个这个时候 中共出兵香港 那就是送给蔡英文总统一颗原子弹了 国民党也不用选了 所以基于这三个理由 但是我认为 你听起来蛮有道理的 我认为第一个理由才是真的 因为按照中共的这个左倾盲动的这个倾向 我还在讲一句话 在历史上 这个中共他会宁愿宁左勿右 他常常在很多重大问题上 他是宁左勿右的 什么叫宁左勿右 他宁愿左倾盲动 他也不要去走那个右倾机会主义 投降主义 为什么 因为中共定义 左倾是策略跟方法的问题 所以说就是你用错策略 用错方法了 这个是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 右倾的话 就是原则跟立场的问题 那就是敌我矛盾了 所以说中共的这个干部呢 在处理事情的话 他常常会宁左勿右 可是在香港的问题上 恐怕会让中共左不起来 因为非常简单 我一直强调 香港是中共的一个金基母 所以最近这两天 有很多国际媒体 都常常用这句话 就是说香港的金融地位 香港的金融地位 有更多的数据出来了 我之前强调的是 香港的他的这个外汇存底 四千四百五十亿美金 香港在2018年 这个吸金 吸收的外来投资 全世界第三名 一千亿美金 中国是第二名 一千三百亿美金 有个新的数据出来了 原来2018年 中共所吸收全球的外来投资的 那一千三百亿美金 里面有百分之六十 超过百分之六十 也是来自香港 所以你就知道香港 对中国的这个金融地位的重要性 何况现在在中美贸易战里面 中共会更需要香港 所以说这个习近平 他只要一出兵香港的话 第一个是他自己在扼杀 这个香港的这个金融地位 再接下来他还必须考虑到 国际社会 尤其是美国 他会怎么样的制裁 已经不是制裁香港了 因为你出兵香港 所以必须制裁你中国 8月6号 这个川普签署了新一轮的 对委内瑞拉的经济制裁令 内容很简单 封锁所有的委内瑞拉政府 在美国的制裁 这个力道就很强了 更早就是其实也是8月 8月4号 川普签署了对俄国 新一轮的经济制裁 内容就是禁止在金融贷款 这个领域里面 给予这个俄国新的融资也好 或是跟他有这个金融上的交易 往来都不准 所以这两种经济制裁 如果哪一天就冻结 中南海高官跟子女 在美国或在全世界金融资产 这是小范围 我认为是中国政府 这小的是中国政府 在美国的资产 那就真的惨了 那像阿里巴巴这种 在美国挂牌的怎么办 那个算小损失 因为前面大条的 什么叫中国政府 在美国的资产这里面超过三兆 我就直接要了这些债 挺好的 以后都不还你钱了 冻结了 冻结了 先冻结 然后这个就是过去三十年 你可以看到就是美国在制裁 它的敌对的国家 它常用的手段 包括北韩 其实它有一连串的名单 伊朗 还有伊朗 所以说这是中共 习近平他考虑要不要出兵 香港你所要计算的成本 这个成本是要 这可能性的成本要计算在内的 所以现在香港问题 就变成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 左也不是右也不是 就变成什么呢 不战不和 不走不降 现在就僵在那里了 所以我觉得里面最奇特 那就维持现状 就僵在那里 结果林郑月娥 居然没有提出任何的解决方案 就是说林郑月娥 她自己就在逃避 她领导的责任 好我们稍后立刻回来 欢迎回到 年代向前看的节目现场 我们今天聊的是美中贸易战这个僵局 这个川习两人都说他豪赌 然而同时习大大面对的是内外交战的困局 那陈辉刚刚讲到北戴河会议对习大大来讲 恐怕会有路线跟政策的检讨 北戴河会议它原本按照 按照过去几十年来的惯例 北戴河会议它是一个碰头会或吹风会 也是要统一口径 然后沟通观念 然后跟党内的各大佬 或是包括退休的大佬 做一个沟通的一个会议 那这个到2003年的时候 曾经一度被取消 到习近平回来之后 他又2013年时候 又开始有这个北戴河会议 结果今年北戴河会议 其实七月就要开始举行 到现在也是无销无喜 那这个部分 当然对照他现在在国内 以及国外的所面临的困局 包括他们公司企业之间的 比如说国际民退等等这些的问题 以及他们包括P2P的风暴的问题 那当然对外当然就是最大的问题 就是美中的贸易冲突的问题底下 那其实习近平急于统一这个口径 可是党内的反对派系 或是叫质疑的派系 事实上也一直会希望 要利用各种机会 来做进行反攻导算 那这个其实北戴河会议 让他会有一种危机感 会担心说这些党内的反对派系也好 或是说党内的大佬也好 会不会利用这样的机会来串联 那有一个 其实有一个最近有一件事情 可以做一个观察 他的这个顾虑不是没有道理的 就是说 中国的一个前大佬 李鹏过世 那过世在这 以他这个 等于说这种国家总理级的 这种领导人过世 照说不管是现在的话 过去的领导人都会来致计 可是我们发现朱镕基 胡锦涛温家宝三位没有到 那有人说是不是因为他们也年纪大了 特别是朱镕基年纪大了 所以没办法到 可是同样年纪更大的 那个譬如说江泽民 他被人架着去 所以几乎是抬得进去了 那为什么这三位可以不到 那是不是很多人就怀疑说 这三位领导人对于李鹏的历史定位 包括对在六四或三峡大坝大坝的决策上面 是有意见的 那同时也有可能是他们 他们也认为说这事实上也释放一个信号 是党内事实上的意见是不统一的 是对习近平现在的作为是不统一的 那这样的情形下 我相信习近平可能更担心 说那会不会北戴河会议又制造了一个 让他们可以集结的一个集会 董老师要补充 北戴河会议是这样子 这是一个中共从不公开的会议 他从来不会公开日程跟内容 所以外界怎么去观察北戴河会议开了没有 是根据河北省省政府对秦皇岛的交通管制 如果整个岛管制 那就表示有中央要员要来了 那今年看起来是有管制的 他已经宣布了那个管制 一个月 所以看起来这个北戴河会议 应该是今年有开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根据过往的经验 北戴河会议因为是完全机密的 他大概最快能够传出说 到底谈了哪些事情 大概要三周以后 最快要三个礼拜以后 才会有消息陆陆续续的透露 以去年的这个北戴河会议来说 大概是会议是这样子的 其实习近平已经受到检讨了 所以说习近平在2018年的这个北戴河会议 又被人家叫做是柔性政变 什么叫柔性政变 习近平就交出了部分的经济决策权 交还给李克强 所以李克强拥有部分的国内经济决策权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就是那个国师 王沪宁被检讨了 所以大概这是去年北戴河会议的状况 那今年要检讨谁 刘鹤 王岐山 今年明左勿右 所以说这个习近平既然已经下令 要打这一场这个贸易战争了 而且也要走这个毛泽东自立更生的路线 我相信在这个宁左勿右的这个气氛之下 这个在民族大义的这个大帽子之下 应该会会赞成习近平的这条道路 什么道路 就是毛泽东的深蛙洞 广西梁 竹高墙 缓升城 打持久战 因为我想来想去 因为没有人能够否认说习近平 要就不跟川普妥协 然后继续打下去 站在国家整体的利益 站在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所谓的民族大义的身上 应该这个理由过得去的 只不过到最后 如果打到今年年底 没有以现在不签协议贬值做法 事实上是维护了这个党国的权贵资本主义 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大于国家利益 可是他牺牲了国家跟全民利益 然后用的又是民族大义 这非常好啊 所以就让他打吧 所以这个事情要切割嘛 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市场 中国全民 这是不同的概念了 所以这是保全了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利益 但是牺牲了中国全民的利益 这是第一层 第二层还有更高明的 我猜啦 那这一次的这个北戴会议 就是党内高层就要你习近平背书 就这个账你要认 是你说要打的哦 你先划压 过三个月以后打输了 那再来检讨你 我认为整个剧本是这样写的 好今天谢谢大家收看年代向前看 也欢迎我们忠实观众跟粉丝们 扫描QR Code订阅年代向前看 YouTube官方频道的影片 我们的影片每天晚上九点半 会上传最新的节目完整版的影片 而精彩的片段在十点钟也会陆续更新 欢迎观众朋友订阅跟分享 同时年代向前看也有IG推特跟脸书的官方账号 欢迎观众朋友追踪谢谢 哈喽我是陈寗官 拜托大家支持 唯一官方频道年代向前看 赶快按订阅哦